喂 你好 你好 晨晨给你点了一首歌 你方便听一下吗 晨晨 他还有脸给我点歌 今天 今天是我们分手 刚好一百天的日子 他 他这么做是为了来勤募一下吗 再后 再跟我说一声 他已经不太爱我 另有新欢 他是说八字不合 结果不会幸福 他对不起我 哼 算了吧 不挂了 别急 姑娘你等等 先别挂 是这样的 他现在已经长期卧病在床 不能说话了 这个电话呢 也是他家人 托我打给你的 你什么意思呀 抱歉啊姑娘 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职务人了 这是他家人 在他日记里 看到你们的感情经历 最后想给你一个最终的答案 你在说什么呀 你该不会是骗人的吧 姑娘我们是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的 他日记里说 我多么希望 我能给你一个完美的婚姻 但应该没机会了 什么叫没机会 其实去年年初的时候 我就查出了脑梗 医生说 这病 只有可能最后发展成植物人 我不敢相信 也不敢耽误你 可能是老天爷 嫉妒我又比你这么一个好女孩吧 李智告诉我 应该放下你 不应该拖累你 所以 我只能用一个荒谬的理由 逼你分手 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孩 我要你个人承担这一切 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我也对自己很失望 病情恶化的很快 我好想在 很有意识的时候 多看看你的照片 多记录一下我们在一起的甜蜜忧常 以后的我 可能一辈子 都会待在床上了 不会的 我不说求你陪我 就是希望你们一定要过得幸福 为什么呀 为什么你们现在才告诉我 我明明可以陪他在身边的 他为什么要一个人承担这一切呀 就把你承担这个理由 你们说 我都在很苦的时间 那天眼睛都哭着伤疤 他 他 他每次觉得我 不再 不惜他的 不要的 就只是他 他 他怎么那么扰呀 他家人说 现在只要一提到你的名字 他就会有反应 他 他在那 我要去看他 我真的好想他呀 再给我两分手 再给我两分手 让我把记忆结成病 别融化了眼泪 你装都垮了 要我怎么记得 记得你叫我忘了吧 记得你叫我忘了吧 你说你回顾 不是因为在乎 你 你哪位啊 我在外面和朋友吃饭呢 呃 不好意思啊姑娘 这边是点歌台的 您的男朋友给您点了一首歌 你等两分钟啊 你等两分钟啊 亲爱的 我去一趟洗手间 喂 你现在可以说话了 呃 你好姑娘 您男朋友说啊 今天是您的生日 所以点一首歌 当作是你的生日礼物啊 本来他说 小朋友一定结过生日的 但是 你说你和朋友已经约好了 还是我男朋友呢 就这么小气 生日礼物只是一首破歌 他说 这次生日 我已经买好了一套海岚之名 还有最新款的LV 准备送给你 看来 没这个必要了 哇 这么贵的 啊对不起 我误会他了 原来亲爱的心里一直有我呢 我等会吃完饭就去找他 呃 我看你也不用找他了啊 他还有些话 还有些话让我带给你 他说 你啥呀 亲爱的露露 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了 也是我最后一次送你礼物 我们恋爱半年了 每个月的生活费都是我出 除此之外 节日惊喜 这不是应该啊 各种礼物我都没有断过 我一直把你当成未来的老婆 我打算今年 带你回家去见父母 明年咱们就结婚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 我心中那个单纯善良的女孩 竟然背着我同时交往三个男朋友 而我 只是领域堂里的一条小尾巴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别听他胡说 那些只是我的一心朋友和合作伙伴而已 我和他们只是逢场作戏啊 对你我才是真心的好吗 他一点都感受不到吗 我对他的感情坚定不一样 他为什么还是不相信我 女人在职场打拼有多不容易 多几个朋友不是多几条路吗 他怎么这些都不理解我呢 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被你偏爱 是否计划要足够动听才能找例外 而你只选事外 不懂声色就抢我击败 我到底要什么样的姿态你才记爱 这一定是全网最心痛的告别 我还是网民们你在哪里你 你这么几天都不管我的信息也不接电话 你急死我了 你好请问是夏雪吗 有位先生给您点了一首歌告别 他说我一直以为我是例外是偏爱 结果发现已经背着我做这样的事情 原谅我的自作多情打扰了你 可能万物皆可努力我有爱情不行 我知道一扇不愿意为我而开的门一直敲是很不礼貌的 所以请原谅我的期前退场祝你们幸福 他看见了 其实那个是我前男友失恋了 然后我就不忍心 然后安慰他几句 哪里就这么巧真好被他看到呢 我们真的没有别的 你让他脑子不要一根筋好不好 我们真的没有别的 我心里是只有他一个人的 我可以跟他好好解释清楚呀 把昨天都作废 现在你在我眼前 我想爱 请给我几回 如果我错了也承担 认定你就是答案 认定你就是答案 我不怕却嘲笑我极端 我相信自己的拒绝 不怕却顾的身份 不含泪 爱上你我不折退 我说过 我不闪躲 我非要这么做 长不停一片要爱 更多厉害 让你明白 没有别的路能走 你决定要不要陪我 长不停偏爱 看我感觉爱 对你的依赖 我对你一片爱